与其说三道猴子突然爆红 不如说写实的剧情是引爆了 长期积压的社会情绪跟共识 片中主角薪水不多 每到月底就心慌 但是却又把钱花在重机上 完全是路不敷出 比月光族还惨得透支组 剧中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拟的 但是就好像活生生的 活在你我的周遭 三道猴子这个倒进了 从家庭到社会生活环境 对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也倒进了教育对一个人发展的关键 在升学压力之下 多数的家庭跟学校 可能忽略了理财教育的重要性 那从三道猴子剧中的情节 就可以明白理财教育 是需要从校开始灌输的 但是台湾的年轻人 理财教育真的到位吗 一项调查发现 超过五成的大专生 不甚了解金融知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除了学校 家庭 还有社会 我们可以做什么协助呢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金融研训院去年底发表了 台湾年轻人金融素养调查 结果显示受访的大专生 认为自己完全不了解 金融知识的比例达到了6.7% 不太了解的比例高达46.8% 超过五成的大专生 自认金融知识是不足的 其次40.4%的年轻人 是花费有剩余才存起来 从来不存钱的比例 也有4.2% 但是也有41.6%的 是每个月固定都会定期来储蓄 中华民国财经智慧教育推广协会 针对一千多位 过去三年休息过 理财通事学分的大学生来调查 显示受过理财教育的学生 对于理财观念上面 就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改变 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 记账跟储蓄的习惯 是不会再透支个人的信用 可见理财是交出来的 另外国外的例子也说明 小时候受过财经教育的人 长大之后收入比 没有接受过财经教育的人 是来得多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调查 美国部分地区从1957年开始 把财经教育列为是必修课 这群小时候接受过理财教育的人 在35岁到49岁的时候 比没有接受过理财教育的人 能多出相当于平均一年的收入 大约是5万美金之多 在英国如果父母在小时候 曾经接受过理财课 当两个人组成家庭之后 而且育有两个子女 小孩在就读小学的阶段 他们的家庭资产 会比没有受过理财教育的家庭 是多出3万2000英镑 所以我们可见理财教育是真的很重要 但是调查显示 学校跟家庭提供的内容 可能还太少 太晚交 跟范围太窄 所以我要建议父母在孩子5岁的时候 就应该开始讨论基础的财务概念 而且随着年龄增长 逐步加入比较复杂的主题 父母不要认为 理财教育只是学校的责任 其实储蓄就存钱 是理财的第一步 它并不是理财最好的方式 用对工具把存下来的钱去投资在对的地方 才是好方法 其实理财教育 与其说用说的 我们不如用做的 就是言教不如生教 全台最大基金平台基附通 为了协助全民建立 从小开始的理财投资教育工具 就设立了好好长大的活动 这个活动 特别针对了20岁以下年轻人 可以享有全平台超过4000档基金 终身零手续费VIP的资格 每个月只要3000块 你就可以开始执行定期定额投资了 如果你是投资小白 平台还提供产观学专家 他们来把关筛选出来的专案基金 目前共有52档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基金品牌 不仅基金风险等级分类明确 更首创 经理费不会超过1% 全年龄终身零手续费 好好长大 是在好好退休准备平台架构之下 7月推出了最新方案 至于说好好退休准备平台 则是由台湾吉保结算所 投信投顾工会 政机会 受险工会共同主办 由基附同来负责执行 从2021年9月开办以来 引导超过2万名国人定期定额自主理财 每个月扣款的总金额超过1.3亿元 如果再加上好好退休的前身 好想退 这两个退休的专案合计 参加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 每个月扣款的总金额超过6.5亿元 而且虽然历经了将近两年市场的动荡的考验 各类型基金从成立来的定期定额平均 都缴出了正报酬的成绩 表现最好的台股基金 成立来到8月底的定期定额平均报酬率17% 其次是基级型有9.8% 目标日期型也有8.1% 另外基附同也发现了 参加号退休投资人中 4岁以下合计 占将近5成的比例 无论是青壮年20岁以下族群 这个比率都有提高 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知道 及早展开退休准备 当然也有不少家长知道说 透过专案基金帮小孩来存钱 来投资就是最好的理财教育 专案基金除了低资金门槛 免手续费低经理费 又有专家协助筛选出长期绩效 表现稳健的基金 不仅适合个人退休规划 还适合用来规划孩子的成长或是教育基金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 准时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